宇軒 今天是封關民調 今天之後不能再公布任何民調 所以大家都公布出來了 公布出來看起來還是賴第一 吼第二 基本上柯還是老三 會有變化嗎 寶哥他現在公布出來之後 各家民調他有凸顯出一個趨勢 也就是藍綠之間糾纏 磐麻花嘛 對不對 但你仔細看到一個現象 我跟各位講 他現在藍綠白三黨變成像什麼 表面張力 有沒有 林貴酒 那個表面張力 什麼意思 代表都出得很棒啊 不管你是國民黨 全叫緊繃啊 國民黨 民眾黨 民進黨 他各自的支持者都已經緊繃了 八成五 九成 不能再多了嘛 但這時候把這個門關上之後 他會產生一個現象 會怎樣 大家發現說你藍綠之間差距不大欸 會開始猶疑快 會開始緊繃啊 不大啊 我們看到每一份民調 有的兩趴 有的三趴 這個叫什麼 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 誰嗅到這個味道 侯宇嗅到啦 侯宇跑出來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啊 說我是講餵水 誒 誒 說同胞虛團結 其實他講的理文本 就是說在最後關頭要去集中這個火力嘛 而且他POSE 那柯文哲也發了一個 給國民黨的一封信 那當然兩邊這個叫做互相搶粉絲 他想說看這個效應能夠抵消嘛 但柯文哲的目的跟Holy大不相同 Holy做的是什麼 誒 你希望能夠未來看到柯文哲 對不對 但現在柯文哲很有可能 一輸我們就一起撐入海囉 所以你如果要看到他 我邀請他加入政府嘛 但柯文哲打的算盤不一樣 柯文哲玩的是說 吹哨壯膽 我現在民調真的第二名 有機會可以超過賴清德 所以國民黨支持者快點來投我 但這時候必須要訪問一個問題 當這個東西走到後來 大家已經沒有民調再可以驗證喔 柯文哲也沒有辦法再碰轟喔 選民自然而然在接下來只剩下什麼東西 造勢場合 只剩下一場一場造勢場合耶 剩下街頭民調 那個叫真正的街頭民調耶 所以當國民黨在北中南 三萬 五萬 六萬 七萬 一場一場半 國民黨其實會不會起來 所以這個效應到時候到最後面 各位 玩的其實是最後他只決定在兩個關鍵點 一個叫西瓜票 西瓜票就是我沒有任何政黨 但我想要去投贏的那邊 另外一個叫做什麼 就是從藍 白之間會跑票的有多少嘛 所以聯合報做的那個民調很清楚 他說不多 移動的不多 大概就是4% 5%夠了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輸贏勝敗就是在3%之內啊 所以兩邊現在都在正式嘗試棄保這個動作嘛 但其實柯文哲他有一個最大的破口 跟最大的矛點 他沒有忽略掉的 現在國民黨藍 白盒需不需要柯文哲 其實不需要了 你看到台中 你不覺得那個現象很詭異嗎 一個蔡壁如 南部的也來 北部的也來 新北也來 新竹也來 為什麼 他們等於是把蔡壁如當作是小雞的分身嘛 當作是未來柯文哲的分身嘛 所以我只要我國民黨的立委 從立委盤開始跟你蔡壁如站在一起 等於是我就可能完成藍 白盒 那我問如果接下來有一個景象 當侯友宜出現跟蔡壁如合作在一起 而且蔡壁如尊吼 他不用喊出說我支持侯友宜 他把侯友宜當母雞就好了 而那個時候會產生什麼 跟氛圍是什麼效應 所以現在最後關頭在玩的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國民黨跟民眾黨 誰能夠成為棄寶的共主 誰就可能奪下天下